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顾伦理道德破坏其家庭 完全没有愧疚感 出生于1974年的古拉斯 踏入政坛后担任了不少要职 2018年7月成为台湾行政机构的发言人 2020年5月转任蔡英文的发言人 去年她接受民进党征召投入花莲现场选举 最终失败 今年1月回任蔡英文办公室的发言人 从这以来她的争议不断 2014年被报曾因为酒驾 派行两个月有期徒刑 遭到了岛内的猛烈批评 民进党近来出世的发言人还真不少 据中国18报道 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古拉斯 涉及不轮廉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赖清德发言人 戴伟山涉嫌新北幼儿园未要事件中造谣 台当局行政机构发言人林子伦 无视NCC虎黄黑手介入遗云争议的静电视审照案 岛内资深媒体人蒋李直言 民进党的发言人们好像得了瘟疫 最近纷纷翻车 官方发言人是形象化妆师 照理来说应该帮助台当局擦脂膜粉 给民进党施政形象加分才对 没想到古拉斯戴伟山林子伦惹祸上身 布伦桃花躲躲开 迟早社会恐慌 黑衣箱神照静电视 完全脱离了民意的期待 这些人本身的达到标准低下 政治判断跟随意识形态错谬不断 抵挡不了全色诱惑性骚扰 外遇不伦造谣 一旦出事了 小英男孩小英女孩 全成了反讽的负面词 对民进党的形象伤害 实在是惨不忍睹